祝大家烘烘火火 不知道你们想和我哭分掉 现在有点火能火火 来 翻车了吧 下去就翻车了吧 好吃我的 叉叉打脸啊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老白啊 这个 今天在北京最文艺的一条胡同啊 说啊 南楼骨馅买过 不是不是 比起那种什么网红大渊种的 南楼骨馅人山人海的是吧 北京有一条特别著名 更让我觉得舒服的地儿 就是武道营胡同啊 现在我在里边 两边文艺的气息扑面而来的 这个把我扑倒了 然后今天我们来这边找一家 很特别的餐厅 走 咱捞捞起 到了啊 不过一家闯的可以吵起来了啊 走 坐过温去 哎呦 鲤鱼鱼馅炒 它只有中了 半尺牛五拼 这两个 我其实想点这个 但是没有了今天 哎 马上请我问一下这个有吗 今天 那现在就没有了 您为什么是原料没有吗 还是 做一次只能买只有几份 知道吗 还是以后不晓得只有几份呢 哦 对对对对 手工馅炒啊 安逸 安逸 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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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色的狠 八色的狠 对 八色的狠 去个四川 他重见好多回 挺喜欢的 我喜欢大招的 哦 大招的 哎呀 哦 哦 烘烘火火 好 谢谢 谢谢 这很老过N多次了 反正第一次在桌上 在桌上现锅炒了一个料 锅底料时间应该弄炒了 它都炒走了 等到现炒那些什么呢 而且就是比如说那个 成仙或者四川那边炒锅里 尖尖尖做我们自个儿的蜜蜂 就美能不一样 不外传的 这玩意儿一般炒料都在后半夜 我们两分点钟老板起来自个儿 亲自炒料 炒料老板就一天就没什么事了 交给饭店里的饭店花拿了一个麦 就在桌上就是小规模的时候 我还是第一次 一会儿咱尝尝到底怎么样 红糖四八三个来先尝一个 现炸的最好吃 搁一会儿就塌了 天丁干呀 哦 不错 今天是重庆的纯粹水量 红糖不是很甜 浓浓的红糖味 但是这个豆面让它干爽一点 味道还挺香的 炸的也不错 比较匀 这就是正常说的外焦里嫩 里焦外嫩也行不行 有没有这种东西 我知道有一件 简单过来帮我告诉你 什么东西是外嫩里焦的 我那菜上了 叫十来运转 这十份 借个鞋鞋鞋鞋不扣钱 祝大家也十来运转 大姐嘟咐我们半天说 他这个菜单虽然写了 每样东西大概烫几秒 但是大姐个人建议我们多烫一会儿 猪舌这个它写烫15秒 咱就双倍吧 烫半分钟 我以为它是马型的 这玩意也有点小玄机 我个人建议 以后这个也不要放了 人家生意会更好 这基本烫得了 这是干爹 辣度我要的中辣 知道你们想看我哭很久了 我也想哭很久了 尝一口吧 天经各位 还挺烂的 不占那个好了 吃这点东西 你手里就点些辣的东西 咱的德坦啊 标准德式白皮 很甜有那种香蕉味 能不能卖香 油精度也不高 顿饭喝个一两罐问题不大 各位如果想买同款呢 去某宝松 试过几点小玫瑰 德坦记住它叫德坦啊 感觉我嘴唧啊 抱怨 来点正式的吃火锅的流程 来点色泥 蝦油 加一片 这样呢 第一的能降温 准备那么烫 这样能稍微去点辣 就做点风味 酱很多 嫩很多 好好吃个多嘛 还是按这个来吧 这个好吃不错 它刚才过隔离城店就休息了 这鸭血和猪血啊 我以前都吃 那后来有一段时间呢 那个血质量不行 我就拒绝吃血液了 好的火锅这样 这个血啊 散出来 极其好吃 因为它的口感是其他肉 没法比的是吧 是极其嫩极其嫩 爽滑 吃一口就知道这个质量怎么样 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不吃了啊 行的话咱就继续 好滑 而且质量不错 挺好的 这两样我觉得都比较推荐 我买一个习惯的 就是没吃过的菜啊 你们都愿意尝一尝 玉米虾辣 我挺好奇啊 你们看这个 我点了一看 这倒是虾滑 也有老玉米 喝了点鱼籽 鱼籽里面一堵就撒了 你捞都捞不上来 这个可能事说的 就是逐逐试吃吧 也没人好吃的 好吃我的叉叉打脸 撒鸡爪子 给芋头 麻辣脆肠 不知道是哪部分的肠 来吧 捞什么试试嘛 叫这大家伙肉 母猪才有的某一段肠子 公猪都没有母猪有 那我明白是啥了 你面都明白了是吧 我来尝尝 好脆 这是黄猴的口感 自带一股 你说的香味吧 也不吃 脏气味吧也不吃 最后一香味和脏气味之间 那口感真是一级棒 好脆 我喜欢这个 供菜肝 我特别喜欢吃供菜 都下去吧 脸上个孤单 我看这到底怎么着 一会儿蟹子看看有没有 翻车了吧 下去就翻车了吧 你看你看 你看不用我那什么 这也改变成翻车虾滑 你看你看看 都自动就翻过去了 改它了 翻翻翻翻 啊翻翻 这个UP主还挺坚定的 这不翻车 所以捞出了个偏点 第一 这面具的口感和这个虾滑根本就不搭 第二虾滑有点少 没尝到几口 这个菜严重不遂见 芋头这本来熟的热一下 鸡老子来一拿 好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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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腻哦那种感觉 鸡爪应该是先炸 炸完应该是卤过 哦 我都都已经捏碎了 哇 不是烫的不是辣的 鸡爪好爬哦 好爬哦 这一缩了那个肉 基本都下来了 然后还很入味 好辣这个 我看有点后悔点中感 因为它那个辣这上 鸭肠 还是口感小脆 好吃 猫肚 这猫肚本性人是专家 重庆人也是专家 西方人都是专家 除了不怎么入味 一茶一接OK 尝猪肠 猪肠也是以润猪肠的 讲这个口感 海带苗 海带还有苗吗 尝猪肠啊 好嫩 好嫩 到目前一直除了对这个 翻车瞎滑我不太买这个 一待我这都可以 哎呦这个尾巴太棒了 你这样吃过来 还搭这个内脏啊什么为主 说白了就是重庆火锅的套路 是吧 所以它对内脏有反感的 比如说瑞哥 都不吃内脏 是吧 咱们这么多自助餐 你很想看人家吃内脏嘛 他不吃内脏 所以他这种东西都不太适合他 葱椒牛肉 把它留到最后 对不起 这是内脏片 前面我可能吃错了 等会等会等会 如果要是我那会吃了那口 吃牛肉的话 这个是 算了不管了就来吧 其实人家上来的时候介绍了一下 但是我刚才独吃心切 没有记录 你看现在一下就 谁都不知道谁是谁了 这个没有就是您这肉扇 好吃 吃点辣 我喜欢 刚才我们的小菜已经 这个独一试吃了 这才是正式今天的主菜 来开始 五种牛肉 这个应该是胡椒一类的牛肉 这是紫酥的 你看这是紫酥的 这个是麻辣的 全辣椒上面的 香辣的那种 这个应该是麻椒的 蒜香的 大概五种味儿吧 同学们今天玩个大的啊 这个牛肉他一进给他下去 转一会儿吧 哇哇哇 香了香了 可以看一下他现在 基本上这三种都受庆了 我点到最后一份其他都没有 其实今天来了三分一原因因为他 没有图片看的那么大 图片看好大好大好大 然后到时候一看 反正也行 这再大一点 真的再贵一点 我都认了 这绝对有拍照的那种价值 是不是很棒的一张图片 但你要忽略我啊 上面也是一根冰棍 这底下是冰山 看什么样来一口 这个冰棍吃进来啊 一股冰棍的味道 没话 请看他吃进来差不多了 然后底下是奶油 这个沙冰就是有点 草莓氛的冰沙的感觉 就这种 就拍照看起来好看 但是也不难吃啊 酸奶饭带草莓的啊 冰火两重天 各位女观众们 到把草莓来跟着吃火锅的话 建议您提前点一个啊 这还是不错的 所以你把拍照都可以了 当不当地也行 但是我有女观啊 来吧 起正哥 开这地儿也不错啊 五道营啊 北京啊 在我心里边啊 它排名要超过 什么叫楼骨架啊 这类的那种 冤中网空间 那种地儿去了 真的爱哭的几率啊 说实在的 比老白当选美男子 第一名的这个几率 也差不多很长 但五道营呢 相对来讲就是文艺的 这边是新兴起来 首先人没那么多 而且那两边呢 规划的也比较好 这羊羁不长 大概就六七百米吧 六百多米的一个样子 元代的时候把它画到城里 叫西边啊 是安定门 东边是那个 英国宫 在武道营啊 那我这好像真住过一个军队 叫武什么营 那么个地儿 后来叫白了 留下来叫武道营 然后南边呢 基本是武房 而且没有什么贵族 王爷也不住这儿啊 所以看节目的小伙伴 如果来北京玩 某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你不知道干嘛去 别去南楼公站 太拥足了 来武道营玩一玩 好像感觉挺好吃 两个人花了三百六十九 这个我们调的中辣 还好挺下来了 东西不错 食材挺新鲜的 吃起来挺有味 世界很复杂 但至少在吃火锅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话